人寿保险大突破 生前福利万全保 六 人寿保险大突破 生前福利万全保之 光有health insurance是不够的 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 在2007年的美国申请个人破产者中 有62%与重大疾病有关 令人惊讶的是 在这些人里有高达78%已有保险 Health insurance是投保人在生病时看病 住院产生的费用 保险是赔付的 很好的保险可以没有任何的限制 涵盖任何费用 一般的保险可能有很多的限制 同时也需要病人自己支付较高的费用 就算费用全部都包 因重大疾病无法工作就没有工资收入 其生活费 房贷 车贷及各项开销 马上成了头等问题 也会拖垮一个家庭的财务未来 进而申请破产 所以 有了保险后 你还需要生前福利万全保 来预防 因重大疾病或长期护理而造成收入锐减的家庭财务危机 很多客户常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我缴了那么多保费 患有重大疾病或需要长期护理却不理赔 很多公司都在合同里写着有生前福利 是一项国税局的条款 让旧保单升级到新保单 过程避免任何税务上的问题 利用1035转换 你可以把自己只有死亡赔付的 并且需要交钱交终身的旧保单 或者是生前福利少的保单 转到生前福利万全保来 选择性价比更高 更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而照顾自己